这一组挑战大使 他们是炙手可热的少年组合 单曲首发日突破百万的视听量 有请我们的TFBOYCE 大家好我们是TFBOYCE 人生需要挑战 人心没有极限 挑战不可能 努力一定行 每个人都应该实现 属于自己的不可能 我觉得特别开心的是 看到年轻人有这种 敢于挑战不可能 敢于冲破极限的勇气 所以今天他们作为挑战大使 在这里 他们要亲自的去尝试 这种挑战不可能 大家看到我身后的 这个巨大的道具了吗 这是一个旋转装置 我们要把挑战者 用安全带固定在这个椅背上 然后以一定的速度进行旋转 旋转完了之后 要在一定的时间内 解开安全带 自己走过独木桥 到达对面这个圆台 当然如果挑战失败的话 他掉下来没关系 我们在下面铺了这个泡沫垫子 谁先来 谁先来 我先吧 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能赚 应该不会怎么晕 然后他就是五圈必晕 五圈必晕 我属于那种小时候 转圈就很运很运 体质问题就很弱 容易转运 那你呢 我觉得我们两个 应该算还好一点 还好 千禧仍就是压轴的大boss吗 那你们俩先开始 好不好 好好 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现在走上挑战台 这个项目 考验的是人类平衡能力 人体的平衡系统 由视觉系统 潜艇系统 和本体感觉系统 三部分组成 内耳的潜艇感受器 是人体平衡系统中 最主要的感受器官 普通人在遭遇高速旋转后 会引发潜艇 研究反射 造成天旋地转的眩晕感 宇航员与空乘人员 都要经过相关的抗眩晕训练 而身为普通人 TFBOYS的成员们 能否克服生理反应 挑战成功呢 首先 我们要尝试的速度 每分钟60圈 也就是一秒钟一圈 然后转30圈 在五秒钟之内 解开安全带 开始行走 好吧 做好准备了吗 五 四 三 二 一起动 哈哈哈 哈哈哈 一圈 两圈 三圈 四圈 五圈 六圈 七 哇这个好快 过半了 15圈了 还有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停 好 接下安全带开始往前走 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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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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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他平衡能力可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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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位挑战成功 来 前行 请进入挑战区 刚才是一分钟六十圈 我们现在尝试一下一分钟七十圈 多十圈的速度 然后我们再多转十圈 转四十圈 没问题吧 来 启动 升空 哇 这个速度明显比刚才快 已经十圈了 加油 哇 脚都飞起来 三十圈 三十圈 十五 这样 四 三 二 停 现在五秒钟倒计时 五 这样 四 三 二 一 开始走 开始走 加油 加油 来 队长 加油 鸿铛 加油 鸿铛 加油 鸿铛 加油 说点什么吧 你们记得一定要 哈哈哈哈 你们说点安慰他的话好不好 来 先洗你安慰他 其实那个海绵垫应该挺软的 你可以试一下 哈哈哈哈 你就放心 好 放心 好吧 但是 我我也要转那么多圈吗 你先这样 你先大胆地走到对面 然后我告诉你 你要挑战的数据 现在我们把速度降到一分钟五十圈 然后转二十五圈 好不好 好 相信他一定挑战成功的 请鼓掌 挑战不可能就是挑战自己的极限 我的极限就是对晕眩太敏感 所以我今天挑战自己的不可能 王静凯 做好准备了吧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始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开始转的可能两秒钟已经不行了 脑子一片空白 十六 二十五圈还没到呢 才十六圈 怎么回事机器 坏掉了 没关系 王静凯你先缓和一下 你先缓和一下 调试好了重启 不是王静凯害怕这个机器 是这个机器害怕王静凯 可以重来吗 可以重来吗 准备好了吗王静凯 人生需要挑战 年轻没有极限 可以重来吗 挑战不可能就是挑战自己的极限 我的极限对晕眩太敏感 所以我今天挑战自己的不可能 这就叫挑战不可能 起动 一圈 两圈 三圈 四圈 五圈 六圈 七圈 八圈 九圈 十圈 十一 十二 已经过半了 十三 十四 十五 最后十圈 五 四 三 二 一 停 解开全带 解开全带 人生需要挑战 年轻没有极限 是 五三 不可能 五 六 四 一 五 五 �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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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伴随彼此分享 在每一次探索中释放内心的温度 2015款福特一湖安全智能 唤星上市福特近无止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研究表明核桃营养有益大脑 六个核桃开创的五三二八工艺 极大保留了核桃营养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养元饮品 真不行啊 让他缓一缓 让他缓一缓 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他 他真的真的是 是在挑战自己的极限 有些人对这个晕璇是特别敏感 像我也是的 根本转不了一转就不行 所以要让他自己调整过来 他那个耳胃要自己调整过来 小赵老师 给他一个油插一插在嘴里 蜂油巾给他插一点 插一点点在鼻子下面 人中这块来一点点 你们帮他对插一点点 OK可以了 别多 对他能闻乐一点这个味道 好一点点 哇 我怎么变这样 变得这样 变得这样 哈哈哈哈 对躺下 躺下欣赏 我怎么变这样 变得这样倔强 每一步的地方 每一站都不会忘 舞台上远远的光 落在我的眼望 想起第一次那个模样 我怎么变得这样 人生需要挑战 年轻没有极限 用这灿烂时光 绽放不一样的光 绽放不一样的光 就算黑夜最漫长 风景全被遮挡 抬头就有一片之光 好 谢谢谢谢 感觉好一点了吗 好一点好一点 想对你的这些观众们说什么 人生需要挑战 哈哈哈哈哈哈 年轻没有极限 谢谢大家 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 谢谢三位挑战大使 来我们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真正的挑战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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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 主持人好 美女老师好 你好你好 三位帅弟弟好 大家好 我叫赖晶晶 来自福建厦门 然后现在是一名幼儿舞蹈老师 哦舞蹈 好 刚才三个小伙子在挑战的时候 你什么感觉 觉得他们特别的棒 因为这并不是他们的强项 然后能做这项挑战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好 那么作为你的强项 请听好 挑战规则 挑战者要在离地2.7米的起点圆台上 以每分钟80圈的转速 迁徙 就比你的速度还要再快10圈 然后旋转360圈 旋转停止以后 限时10秒走到对面的圆台 否则挑战失败 明白了吗 赖老师360圈 是不是多抱了一个零 没有 没有 黄金凯 你觉得他能挑战成功吗 我觉得能 因为年轻没有极限 谢谢 说得太好了 黄金凯 你现在是复读机吗 一按那个键 对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样一项不可能的挑战吧 加油 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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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需要挑战 每分钟80圈 这速度很快了 再加上360圈 而且 在10秒钟之内 要走过去 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开始吗 我宣布 挑战 开始 他面带笑容 是睁着眼睛 睁着眼睛 是 睁着眼睛 哇 他是 他睁着眼睛 转的 一般在这种情况下 刚才你们三个人 好像都是闭的眼睛 对吧 转了五六千 睁不开了 睁不开 转到后面你是想 睁开眼睛都很难 刘老三老师 我之前听说过一种 转圈不晕的话 就是把头 就是一直看着一个地方 这是叫舞蹈当中的流头头 对 芭蕾舞演员 就是他转一圈 他头会流的 对对对 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賴晶晶的特点是 越转笑得越开心 他现在的笑容 已经不是微笑了 而是大笑 我觉得到三百圈以上 他会开始狂笑 賴晶晶 你现在还能听到 我们讲话吗 能啊 我天你还能够回答 能听见 你知道你这样笑着 转圈给吓人 让我们这些 平衡能力都 弱爆了 对 若爆了的人看着 真是心里发毛 大老师 还剩下几圈啊 还剩下一百多圈 哈哈 没没没 对不起我给你看看笑的 还剩下五十圈整 好 还剩最后二十圈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计时开始 十秒钟 五秒 五秒四八 五秒四八 二 不 而且你看他现在的状态 你的什么器官 有别于常人是吗 就你的那个耳朵里的 不知道哎 你有去检查过吗 或者是 没有做过任何检查 没有去医院做过 比如说平衡 平衡的检查 耳朵里面的什么 平衡器 对 那我小时候有摔过 就是这个 摔坏了 就是听不到 就是听不到 你的左耳是听不到的 现在也听不见吗 对 小时候摔倒 那会是原因吗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原因 所以就有可能 当然因为我 这个Fluent里面已经干掉 没有了 就是他那个掌控平衡的 那个也摔坏了 这耳叶的平衡 对人身体的平衡很重要 但是他小时候因为 事故 耳朵受伤 影响到 他的耳结构 所以他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赖金晶能够完成本次挑战 不仅是因为他前品感受器不敏感 更重要的是 他具有极好的调节能力 能快速地从一个运动状态 切换到另一个运动状态 普通人经过后听的不断训练 以能增强人体的抗晕眩感 接下来我和TFBOYS去荣誉殿堂等待你 祝你好运 谢谢 加油 你之前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节目 就展示你的这个特别的超长的能力 没有 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呢 来这舞台 我就是想借助这个平台 然后给我妈妈和我弟弟一个惊喜 因为那个